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你给你写的这个部分的这个东西都有了啊 该怎么写呢 还来回顾一下 我们说了这个 Lua部分写代码 Lua部分该该怎么写啊 是不是一个树形结构对不对 树形结构图啊 这个是我们的man函数 man函数里面 你要写代码说是不是要分为 什么UI模块 比如说我们player模块 还有等等其他的z模块 比如说db模块 啊 等等 这样的东西你要把它分成 这么一个树形关系 树形关系 好 那么UI下面是不是我们有有很多这个Panel 对不对 Panel比如说我们的loading啊 哎我们这个啊 注册呀等等 甚至中间你还能给他夹着一个是吧 我们比如说哪个人是哪个人开发的 对不对 如果你要多个人开发的话 那最好是这样 比如说张三 UI包含了张三开发的部分 你是开发的部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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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王五 啊 王二麻子 对吧 OK 好 那比如说我们是 我按照这样这样去 这样去划分 哎 张三开发了loading 你是开发了注册 啊 应该按照这么这么一个结构去 这么一个节奏去做啊 当然这个player的db下面也是一样的 那划分 那你们按照这个结构划分 好 那我们再看到 我们去接着往下看啊 第一步 哎我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 用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首先第一步 我这个地方写的是demo 我这个地方写的是demo 所以说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这样的 啊 嗯 比如说哎你第一步是应该是将 你的oui event给包含进来 啊 我们这个地方要多了一个插曲 什么插曲呢 就是这个event事件 因为 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我们的整个框架是事件驱动的 对不对 都是以消息ID驱动的对吧 所以说你第一步首先得得将消息ID啊 将消息ID给畜生化完全 将全部的消息ID啊给畜生化完全 啊 比如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我写了一个这个打开 oui event 啊 我们看到这oui event里面写的啥东西啊 oui event 在这里面 比如说所有的ui方面的消息ID 我在这儿都先给出死话了 因为 lua 里面没有 枚举这么一说啊 是没有 lua 里面只有table这些东西啊 只有表啊 所以说我用了这么一个方法 啊 模拟 没举 模拟 模拟啊 仅仅是模拟 数值相等而已 好 看到我们这个地方 哎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叫mai airmanagerID 看 airmanager 它其实是在message center里面啊 叫message center 啊 叫airmanager center 在这个地方 我也给它起 啊 managerID 我们看airmanagerID 我们看在哪儿啊 不在这里面 在 插到一下 kntr加saf的加f 嗯 哎 插到的结果 没有了 shift 加f 没有了 整个f 整个解决方案 整个解决方案 当前项目整个解决方案 怎么定一步就过去啊 我看一下是managerID frame 那我们看到frame里面 frame里面 frame里面有一个 manager manager framebase 哦 在define里面 define里面 在这里面 ok看到这儿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看到 这个地方的分类 是不是跟我 跟我的这个saf 里面的manager 里面是不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啊 啊 他就是用了一个表 去模拟 里面的数值 是一模一样的 manager span 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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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做了这一件事 好 然后我在这儿 我就引用 引用什么呢 就lmanager 叫lua ui manager 因为我这地方 是不是以 是lua 写的是lua 的消息对不对 所以说 就要以lua 开头了 看我前面都加的是l 你不要我整个是ui manager ui manager 是不是身下部分 的这个消息啊 我现在要写lua 部分的ui啊 你记住了 消息id 就分清楚了啊 强调一下 又强调啊 啊 那你这地方写 ui部分的东西的时候 写的是lua ui部分的 所以说所有的引文的 打头 以lua ui manager 打头 加一开始 这是他的一个开始的一个 训练号等于多少 好 然后我这个地方调用了这么一个方法 就是只要你定义这么一个 没绝 这么写啊 这么写 那么你在这儿 哎 这个reset 我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 主要是出了问题了 怎么是 按F12 你们的应该是按了进去的啊 F12能进去的 就是在我们的global里面 我们刚才写的这个global里面 global 看到 common common 在这儿 是 global man函数里面 man函数里面有一个global 不在这儿 在 在common里面 define里面也没有在 方形里面 好 在这儿 哎 我写的在这儿 global 在这儿 所以我在这儿定义了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在后面 我可以直接使用啊 我这个方形是不是前面已经包含进去了 require的是吧 那我 所以说我在这儿 我在这儿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方法 在这儿直接使用方法 你看到 第一步我先包含的是global 和function 这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在包含这个require all uiinvent的时候 我就能够直接使用这里面的方法 啊 这里面的方法怎么使用呢 用了一个for循环 for循环我们知道 for循环便利的是什么东西啊 便利的是table 对不对 table里面的什么东西啊 看到 table-i 是宿主啊 宿主啊 啊 你看我干什么是 宿主 它将这里面的宿主啊 这些值是不是便利不出来的 这些啊 这些是变量 是便利不出来的 好 我这地方宿主是不是只有一一 这样的方式 这样是不是宿主啊 这样宿主啊 比如说下面像像我们在路啊里面这样的 就不是不属于宿主里面的东西啊 好 不属于宿主啊 它就是一个变量 内置变量 好所以说我们在这看着干什么 将宿主里面东西都便利出来 哎 那么这个table-i的取值 应该等于多少 就在这假话等 等于等于是吧 initial back max value 对不对 应该取的是这样的东西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取出来以后 table 这样它又有点dictionary 哎 这里面比如说我们 我们就就取这样的东西了 这样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看这样 哎 这里面取出来是 initial 是不是这样的东西啊 这个table取出来的是里面的宿主里面的值 宿主里面的值是initial max value等这样的东西对吧 那取出来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 那等于什么东西啊 等于begin value begin value加i 啊 就比如你给它一个初始值 一次累加 那比如说就是等于i 啊就就等 应该是就等他 其实等于这个这个结果 那么你再看这个东西 看这个 max value点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key啊 那跟他的值是不是就相等啊 啊 其实你看到这里面取的值 就等于table.initial 其实等于这样的 begin value加上i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嗯 那这个地方的取值跟它是不是一样的 你看到 比如说我我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做了一个模拟啊 就是做了一个这么一个模拟啊 你在这可以写任意的这么一个数组 然后这几个值呢 你写不写都无所谓 其实就是模拟枚 啊 就是模拟枚 让这个东西给它复值 变成这样 table.initial 等于table begin value加1 所以说 这样就导致了这个枚举 比一值相加 其实去用的值 就是他 等于加1 加2 加3 比如说他等 这个地方等于3000啊 加上begin value等于3000 那就3001 3002 3003 这三个值啊 去用了这个地方的枚举 这个地方这个数组 仅仅是作为一个负值的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做了这么一个负值的这个模拟 要用它 但是用的值 最后就用的值全是后面这几个东西 所以说你在定义一个枚举的时候 在lua里面定义一个枚举的时候 就这么去定义啊 table等于 你又把这个值写两遍而已 initial等于这个initial 里面的值是back 写两遍前面是数组 后面是用到的值 好调用这个reset table value key value 啊 第一个传递初始值等于多少 第二个传递哪个 哪个table进去 那么走完了这个API以后 这里面的值比如3000 3001 3002 3003 这里个值就就已经负值了啊 就已经负值了 所以说这个仅仅是模拟了这个枚举 啊 模拟了c-sharp的枚举 因为lua里面没有枚举 啊 所以做这件事的目的就是模拟 没绝 那不管怎么样 好 你就知道 哎 对吧 你这个地方如果是看不懂的下去慢慢看 那你就知道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模拟一个枚举 让它里面的值啊 就等于lua部分的 在luaui manager里面 好 然后 哎 哎 我们依此类退啊 都可以这么去实现你的枚举啊 写枚举都可以这么实现 那么好了 我们比方我们要手腕进行相连 那么也是一样的 手腕相连 比如说哎 我这个地方首先也要将哎 这个 ui我要分成若干个人开发的 比如说张三开发的引问的 李四开发的引问的 等等 也是这么一个塑性结构先将 所有的消息ID 哎 也是这么一个塑性结构 所以第一步先猝子化的是 哦 引问 好 这是张三开发的引问车 嗯 都这么划分 张三李四 嗯 嗯 啊 所以说这些消息消息首先得猝子化 啊 我有问他 好 张三又又定了很多很多的 比如张三他又在定了很多消息 那比如我们在张三里面 啊 你就看到 哎 张三里面他又可以定义很多这样的美举 啊 这样的美举 那他的 我们也是首尔金相连的啊 首尔相连 比如说这个是UI部分的 我们这是UI部分的 UI部分的 我以为他都在这儿 张三写了哪些东西 李四写了东西 你两个串联起来就行了 啊 那么就是紧接的这样定义这样美举 串联起来 啊 这样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防止啊 啊 防止你这个写的这个消息ID有重复的 或者数值不一样的 啊 那我们这样做就 他们都写到一个文件里面 比如说张三离职了 啊 就把张三的这这东西干干干了就行了 所以关于张三的东西干了就行了 啊 啊 好 ok require 你是你是一样这样的 好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这个 这是 这是我们的这个 事件的一个初始化 我们接着再看到 这里面啊 事件初始化完成了以后 你就可以写写各大模块里面的东西了 比如说哎 我UI 看到我们UI 第一步啊 第一步先把事件给初始化了 好第二步我们就可以写 比如说UI 那么当然你可以分很多东西啊 比如说我这UI 我还分我比如说还有我UI里面 我还分比如说player模块 就跟我们刚才写的这个结构一样 就一样 第一步你先把UI里面的事件初始化 每个事件先初始化掉 好第二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比如说写 Lua啊 这个UI里面的东西 player里面的东西 啊 DB里面的东西 等等 这里面逻辑 那么也是让你单独给他写一个 script 管理起来 啊 就我们的UI manager 这一步 好 那我们看看我们这里面是怎么写的 啊 那好了 比如说也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你包含了张三开发的逻辑 理事开发的UI开发逻辑 等等 一层层 好 然后你是有这个这个张三有开发了是吧 loading 注册界面 就一层层这样将Lua给包含进来 require进来就ok了 所以说是这么一个速层关系啊 一层关系啊 啊 那明白了这个结构啊 明白了这个结构以后 我们就可以写些demo了啊 我这个地方我就写的这个 man函数里面 我接着往下看 看啊 这个地方我先把这两个东西屏蔽起来 这是写的例子啊 写的一个示例 就让大家有这么一个层级关系 去明白这个层级关系 好这个地方我就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demo的例子啊 写的demo例子 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个东西啊 其实你可以把 将这些东西都放在比如说UI里面 好 那我就就包含在UI里面就行了 那我为什么写在这就是为了大家方便去查找 那么你这些东西就可以包含到这个 UI里面就行了啊 包含在UI里面 就UI script里面 UI script manager 啊 我没有这样做 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一下通过man函数就能找到 啊 所以正规的开发应该是这么顺应结构啊 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就别考虑到你的结构问题了 你这个地方就应该考虑到我怎么去写的代码了 我就直接让大家是方便去看啊 方便插到 好 我们首先看到第一步也是这样的 我还是首先将这个invent 哎 给处处画掉 好处处画掉 这样啊 啊 我写了这么多 你看都是首尾相连的一些一些事件 啊 而且开头都是 啊 我这个开头啊 你看这个 这个地方开头 我是要给C下谱发送消息 所以说我也写了一个C下谱的消息的ID 啊 因为我要给C下谱发送消息 啊 那么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消息ID属于Lua的模块 所以说我订的在这订了Lua的消息ID 啊 那我Lua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要涉及到Lua和C下谱通信的问题 哎 Lua怎么给给给这个C下谱发送的感情 C下谱怎么样给Lua发送的感情 只要让它的数值ID相等就完了 对不对 不管谁给谁发送消息啊 你就记住 只要它的消息ID相等就OK 好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地方我就写了这样Lua UI manager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属于C下谱的UI的部分啊 那这个地方你看 这个LuaLUI manager是不是属于Lua的UI manager里面的 所以两部分啊 看清楚了啊 两部分 所以我就先定了这两个事件 大家记住有这么两个事件 好 然后接着往下看 哎 我写loading啊 我们的loading的写法跟C下谱是一模一样 所以昨天你知道怎么明白了 今天也应该也非常看得懂了 好 以上呢也是一样的 先声明这么一个类 然后继承的是Lui base 是Lua部分的UI base啊 它就好比C下谱里面的UI base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是Lua部分的 我们继承了它 继承了它以后 这些东西你都不用去看 你看到这这是不是一个类啊 这是一个类 然后这是一个6方法啊 awake 好 我们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 看到一个regest 在这 定义了Lua的一个注册 那我这个regest在这儿调用的呢 就在这儿 就在下面接着调用了 就是定了这个方法 下面就接着调用了 还有很多同学在前面很多班的同学 就这样做 这样会不会报错 会是不对 为什么 先是吧 先没没这个方法都还没有编译是吧 你这个地方就在调用了对不对 不能这样干啊 所以说你先得编译它 从上到下 执行的对不对 Lua里面 所有的都从上到下了 所以你得这么干 哎 这样才能调用啊 啊 甚至很多人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银问特事件也是这样的 银问特事件没有处置化 在这直接使用 也是不对的 随着你们看 我们第一件事来了以后 你要用它之前 首先得 向向事件给处置化掉 第二部分 哎我们用了Lua 哎我在这看到也是一样的 注册 第一部分是注册事件啊 跟我们那是 啊 这个是一样的 好 然后打印事件的时候 你要去一定要加个to number 所以你要打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 一个词的时候 将这个东西打印出来的时候 Lua里面打印 Lua 打印 这个这个number 得这么打印 to number一下 将你定义的事件 给包含进来to number一下 print to number 啊 就这样去打印 才能将你的美举的只打印出来 不然话打印不出来的 好然后看到我们注册也是一样的 第一步是注册事件 将你将你前面定义的事件 你所感兴趣的事件 都可以写在这 然后注册进去 这是点 reject itself 第二步就是申请资源 注册资源 申请资源 在这 resources 也是我们前面定义的 在这 啊 那么这个地方有稍微有点不同啊 稍微有 跟CR版本稍微有点不同 就是因为他们的语法不一样 Cait學者 获得 申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